在15年阿里山小火車全線通車 來自各地的鐵道迷車站拍照紀念 強盜車票的乘客更是好期待 全線通車就特別敢來搭 我就是拜託很多人一起搶 首行一定要來參加 因為我們小孩子剛好15歲 手搬全線通車的小火車10點出發 一大早火車站前就擠滿了民眾 常常隊伍要排的是紀念車票 10點半開賣 那你多久就來排了 昨天下午 有賣了5張 攤開了套票 就等全線通車的最後 這一款紀念票才算極慢 阿里山小火車堪稱許多人回憶 2009年莫拉克颱風 以及2015年的杜鵑颱風隧道重創 15年後終於全線通車 從嘉義車站到阿里山車站 大約72公里 85個座位10分鐘搶光光 購票很抱歉 真的是10分鐘就全部完售了 那後面的十幾天也全部一個小時之內 都全部都賣完了 阿里山小火車全線通車首行引起注意 每天來回的兩班車刺車票搶光 阿里山林鐵搶暑假的觀光商機 也推出了觀光列車 不過監委質疑 花前瞻經費6500萬元打造的 郵輪式列車 阿里山林鐵和台鐵的觀光列車 都沒有無障礙措施 是否涉及維師已經宣請調查 我們林鐵處目前正在綜合規劃 打造觀光列車的無障礙車廂 那希望在今年底前可以發包開始試作 阿里山推觀光 小火車全線通車之後 接下來福森號也將加入形式 用不同的方式暢玩山林 讓暑假的旅遊形態也更加多元 三地新聞 廖國雄 俊榮嘉義報導